基础物理2a 2-2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这是2-2的第二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在做立体的解说 第一题 一个质量0.15公斤的棒球 以42公尺每秒的水平速度打中一个墙 并且以38公尺每秒的速度随时从墙面返回 假设球跟墙之间接触的时间是0.02秒 则在这段时间里面墙平均瘦的力是多少牛顿 如果这是一面墙 现在有一颗球 球质量0.15公斤 球去撞墙 一开始有个速度是42公尺每秒 而撞墙之后随即返回 返回的速度是38公尺每秒 球跟墙接触的时间只有0.02秒 所以球撞到墙 于是产生反弹的力量 现在题目要求强所受的力 强受到的力是受到球的力 所以球给强的力就是强给球的力 我要求强所受的力 我先算球所受到的力 球受的力利用F的MA 先把加速度先求出来 加速度A等于速度变化 因为从撞墙到反弹 前后速度方向不相同 所以如果我把后来的速度当作正 所以后来速度有38 所以后来是38公尺每秒 减掉原来 原来是42 可是后来方向向左 原来方向向右 所以如果后来是正的 那原来的方向相反呢 那原来速度就是负的 所以是负的42 在除上时间有0.02秒 分此我把38减掉负42 就是38加42 所以等于80 除上时间0.02秒 所以把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这个加速度是8000除上2 所以等于4000 所以加速度是4000公尺 除上秒平方 这个是球加速度 加速度有了 再来F等于MA 我们把球产生的加速度 乘上球的质量 于是就是球所受到的合力 所以球受得令 M质量有0.15公斤 A加速度有4000 乘起来总共是600牛顿 所以表示球受到600牛顿的力 因此球给强600牛顿 强给球600牛顿 这是重力反重力的关系 所以球受的力是600 强受的力也是600牛顿 所以第一题 E的答案 第二题 图中 质量8公斤的M木块 是于光滑水平桌面上 其右端 以一个轻绳 绕过定滑轮 悬挂质量2公斤的 一个B木块 假设重力加速度是10 如果不计一切摩擦阻力 则木块A向右的加速度 有多大 按照题目的叙述 一个M木块质量8公斤 所以这个M木块 质量有8公斤的木块 绕过一个绳子 透过定滑轮 这时候底下挂一个B木块 B木块质量是2公斤 所以这个木块质量2公斤 我们在桌面上放个M木块 旁边旋挂一个B木块 这时候整个系统它会移动 会移动的原因是因为 B木块有一个重量 所以B木块受到向下的一个重力 所以这个重力向下 质量2公斤 受到的力向下是20牛顿 这个是所受的拉力 所以F是20牛顿 整个系统包括A、B 两个木块都会动 是因为B物体有重量的关系 也就是地球给B木块所施的力 而这个力让AB绑在一起 AB它是同一个系统 同一个系统两个一起运动 于是我们利用F等于MA的关系 F是整个系统所受的力 这边AB绑在一起 所以整个受的力 整个拉力只有F20牛顿的拉力 所以没有摩擦的情况下 整个系统只受20牛顿的拉力 就是底下悬挂的B物体的重量 所以等于M 这时候绑在一起的A跟B 两个物体一起运动 A的质量是8公斤 B的质量2公斤 所以8公斤加2公斤 是整个系统运动的总质量 总质量乘上加速度是A 所以等于 我们把8加2是10 所以等于10A 所以20等于10A 因此加速度A是2公尺 除上秒平方 所以加速度是2A的答案 第三题 如有图 一个物体质量5公斤 经营绳子往上拉 得到加速度是5M 是平方向上 绳子重量不计 阻力不计 G重量加速度我们用10 求绳子上力T量值是多少 这边题目告诉我们 一个物体质量M 是5公斤的质量 所以这个物体质量是5公斤 所以受到一个向下的重力 整个重力向下是50牛顿 5公斤乘上重力加速度10 所以有50牛顿的力 重力50牛顿 可是张力绳子往上拉 现在题目说 得到加速度是5M S平方向上 加速度向上 表示物体受到一个向上的合力 所以合力向上加速度是5M S平方 所以表示向上的力量T 减掉向下重力是50 向上减向下量相减合力 A等于M值量5公斤 所以T就等于75牛顿 表示神的张力T是75牛顿 第三题A的答案 第四题 假以柄三个物体 所测得加速度跟力的关系如右图 如果要让三个物体 产生相同的加速度 则其力与质量的关系 是下列哪一个图形 现在题目上 这是一个F跟A的图形 F等于MA 所以力跟加速度成正比 那当成正比的时候 质量M是固定的 一条直线会有一个质量 那现在 甲一柄三个质量 哪一个质量比较大 我们先看这里 如果画一条直线 在这条直线上 表示有相同的F 力是一样 可是整个横坐标对过来 会有不同的加速度 结果你会看到 甲的加速度最大 所以这边 甲的加速度 这个如果叫做A甲 乙的加速度 这个叫做A1 丙的加速度 这个叫做A丙 这三个加速度的大小 甲大于乙大于丙 可是加速度越大 质量会越小 以相同的力 质量小的加速度大 甲的加速度最大 所以甲的质量 这个M是最小的 所以从图上 我可以知道 M甲会小于M1 小于M丙 所以丙的质量是最大的 所以丙质量是大 甲质量是小 因此如果要画成 M跟F的图形 这五个选项里面 横坐标是M 这种坐标是F F等于MA 所以F除以M 除出来等于A 所以当题目说 现在要有相同的加速度 也就是A一定 A既然一定 F跟M 比值四个定值 比值四个定值 所以是表示 我F跟M 是一个通过原点的直线 这边通过原点的直线 只有C 这里 这个图形 是一个通过原点的 写直线 那在这个上面 我们刚知道 甲的质量 M是最小的 所以甲这一点 质量是最小 并质量是最大 所以这里C的图形 才是正确的 所以第四题 C的答案 第五题 如右图 一个粗细均匀的绳子 放在光滑的水平桌面上 则当时的加速度 是多少 题目上 在桌面上 升长是L 悬挂在桌边的 长度也是L 如果我们假设 升长 长度是L的时候 它质量是M 所以上面的质量 这个质量是M 悬挂桌边的 这个质量也是M 所以上下 两个质量一样 可是悬挂在桌边 会受到地球的引力 向下吸引 所以在桌边 这个地方 有个向下的力 这个力 因为绳子质量是M 所以有个向下的力 是MG 所以我们说 现在整个 绳长会受到 现在整条绳子 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 所以整个会有向下滑 因此F 因此F等于M 所谓的F是悬挂桌边 神长所受的力 长度L 质量M 受到重量是MG 可是上下的绳子 可是上下绳子连结在一起 所以上面质量是M 底下质量M 因为桌面上没有摩擦 所以整体只有受到地球向下的拉力 所以全部整体质量M 乘以加速度是A 所以MG 会等于 2M 乘以A 所以M 质量消掉 因此A 加速度等于 1G 所以有个向下的加速度是 1G 等于0.5G 所以第五题 是B的答案 第六题 如右图 ABC三个木块 与细绳相串联 在固化水平面上 受到一个水平拉力F 只有向右 做等加速度运动 绳上的张力 分别是T1跟T2 如果B木块质量突然增加 则有关绳子张力的变化 下列何者正确 这边有ABC三个物体的质量 那本来用一个固定的实力F 会产生一个向右边的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本来物体向右有一个加速度A 现在题目说 如果B的质量突然增加 所以这里Bm的质量 它突然增加了 所以B质量m变大 因此这个Bm 这个 把B的质量 如果这变大了 所以本来F等于ma 所谓的F是指旁边固定的水平拉力 所以这个F等于全部整体一起拉动 拉动了谁 A的质量 B的质量 跟C的质量 所以全部种质量 等于A的质量 加B的质量 再加C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是A 现在因为B的质量增加 如果B增大了 B增大了 所以总质量增大 可是我的力 F是固定 所以会导致 加速度A 它变小了 那加速度小了 于是绳子张力 因为T1拉谁 T1直接是等于 A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是A 因为A的质量不变 因为A加速度变小 A变小了 所以T1它变小了 而T2 我们看C物体 C所受的力 C物体 如果把C独立出来 C的物体 右边有一个拉力是F T2是在B跟C之间 所以T2拉着B 可是T2也拉着C 所以有一个T2 拉着C向左边的拉力 这边有个T2 所以F减掉T2 这是C所受的合力 这个合力等于M质量 C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是A 现在题目上 F是相同的 C质量也是相同的 可是A加速度变小了 所以C乘A乘起来 整个值变小 可是F是固定的 所以表示T2会变大 因此从数学上的分析 我可以晓得 当B的质量增加了 我可以推知 T1张力变小 而T2 前面这一条绳子 它张力变大 所以T1变小 T2变大 是B的答案 所以第六题 是B的答案 接下来第七题 质量3公斤的物体 以加速度是12 等速度 在光滑水平面上 向动运动 经过原点的时候 突然受到一个 6牛顿向C的定力作用 我们先把图形先画出来 一个物体 假设这边有个物体 这个物体是质量3公斤 所以M质量是3公斤的物体 现在是12公尺每秒 做等速度运动 题目说 它是等速度 在光滑面上向动运动 就到了原点的时候 突然受到一个 6牛顿向C 所以突然受到 向C的一个作用力 物体向东 速度是12公尺每秒 可是现在突然受到 一个向C的水平作用力 这个向C有6牛顿 所以 受力只有一个F等于MA 挂面上只有受到一个向C6牛顿的力 所以如果我向东是正 那往C这个6牛顿就是-6 等于M质量3公斤 所以加速度是A 所以加速度A等于-2ms平方 所以表示加速度是往C 因为我现在题目规定向东是正 所以算出来加速度是-的表示向C 所以有个向C的加速度 因此 它加速度是-2向C 所以A不对 那再来 那再来速度是0的时候 因为初速本来是12向东 所以利用什么时候速度是0 V等于V0加AT 当我末速是0 初速本来是12 加上A加速度是-2 乘以时间T秒 所以你会发现一向过来 12等于2T 所以T等于6秒钟 所以当速度等于0 是6秒钟的时间 6秒钟位于X等于2分之V0 原本速度是12 当我速度是0 末速是0的时候 加0 乘以时间6秒 所以2分之V0加V乘以T 结果算出来 12除以2 666 36公尺 因此 表示 算出来位移是正的 是正的36 向东的方向 不是往C的方向 所以B 这个是错的 C 速度6公尺每秒向C 例子6秒 我们刚算出来 6秒的时候 速度变成0 不是速度向C 所以C 这个也不对 朱 折返为原点的时候 历时12秒 朱的这一项 折返原点时历时12秒钟 回到原点 表示位移等于0 而位移 而位移 X等于V0T 加上 2分之1 AT平方 所以当我位移是0 等于 初速是12 12T 加上 2分之1 A加速度 我们刚算出来 加速度是-2 乘以时间T秒钟 所以这里 2跟-2 约掉 负号移过来 我可以发现 T平方 等于12T 两面把T消掉 所以T会等于12 所以12秒钟的时候 会回到原来位置 所以折返为原点 历时12秒 朱这个是对的 1 折返为原点的时候 速度是6 折返为原点 是要12秒钟 所以V等于V0加AT 当我12秒钟的时候 原本初速是12 加上A加速度是-2 乘以时间12秒钟 等于12减掉 -2乘12是-24 所以等于-12公尺 每秒 12秒钟回到原来位置 折返为原点时 它速度是-12 所以是向C12 不是向C6 所以1 这个不对 所以第七题 正确的 只有朱是正确 第八题 一个棒球 质量500公克 向C水平飞行 速率是40公尺每秒的时候 被球棒水平击中后 向东水平飞行速率 变成是60公尺每秒 若球与棒子接触的时间 是0.1秒钟 则 球棒给球的平均重用力 是多少 这里题目说 有一颗球 这颗球 质量500克 所以M 等于 0.5公斤 质量是0.5公斤的质量 本来是向C水平飞 所以右边是东边 如果本来是向C飞 向C有个速率 是40公尺每秒 所以本来向C是40公尺每秒 现在挥棒打击出去 球变成向东水平飞行 速率是60 所以球飞出来 向东是水平 60公尺每秒 所以本来是往C 后来是向东 球跟球棒接触时间 是0.1秒钟 所以T 等于0.1秒钟 这里题目上 我们可以知道 本来球的运动 本来是向C 球棒挥棒之后 变成速率是向东 所以速度方向变了 大小变了 于是 先找加速度 加速度等于 速度变化区域时间 把后来速度 如果我把后来的速度 当作正 所以后来如果是60 那原来是40 可是原来方向相反呢 所以原来应该要写 负40 所以把后来的60 减掉原来负40 这两样相减 叫做速度变化 把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接触时间 接触时间是0.1秒 所以把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这个就是加速度 所以60 加上40 等于100 100 除上0.1 等于1000 除以1 等于1000 公尺 除以秒平方 所以加速度 是1000 加速度1000 于是 向下问 球磅给球的力 所以球所收到的力 F等于 M乘以A M 池量 有0.5公斤 因为500克的球 乘上 加速度是1000 所以乘起来 是500牛顿的力 因此 受力是500牛顿 所以乘的答案 这是第八题 第九题 施力F 与A物体 其加速度 是2A 施力2F 与B物体 其加速度 是A 现在若施力3F 与AB 两个物体联合 则 合体的加速度 会变成多少 按照题目 所以施力F 等于M乘以A 如果A的质量 叫做A 乘上 加速度是2A 因此 我可以先知道 A物体的质量 有多少 A物体的质量 是力 除以加速度 F除以2A 再来 施力2F 给B物体 于是 施力2F 2F的力 等于质量 是B物体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是A 所以B的质量 等于2F 除以A 这是B的质量 A的质量 加B的质量 等于全部总质量 所以全部总质量 我用大写的M 等于A的质量 加上B的质量 所以是2A 分之F 加上A 分之2F 加起来 前后通分 等于2A 分之F 加上后面 乘以2 所以2A 分之4F 因此 加起来 等于2A 分之F 加4F 是5F 所以全部质量 是2A 分之5F 现在 私利用3F的力 所以3F的力 等于M 全部质量 是2A 分之5F 这全部总质量 乘以新的加速度 是A1 所以合体的加速度 我现在整个合体的 全部总质量 这个2A分之5F 这就总质量M 乘上 整体的加速度 是A1 所以A1 等于3F 除上这大M 把质量移过去 所以3F 除上这个括号 等于乘上5F 分之2A 直接移向过去 直接导过来 所以F跟F消掉 等于5分之326A 所以整体的加速度 是5分之6A 所以第九题 猪的答案 第十题 如右图 猴子重5公斤重 物体重量2公斤重 猴子应做何种运动 可以让物体保持静止 当物体保持静止的时候 表示物体所受合力 等于0 题目告诉我们 物体重量2公斤重 所以这边 这里有个重量 是2公斤重 2公斤的重量 乘以10 有20牛顿的力 所以重量向下 20牛顿 猴子本身质量5公斤 所以重量向下 5公斤重 而这边 5公斤重的力 等于 5乘以10 有50牛顿 猴子重量向下 50牛顿 物体受到 20牛顿的重力 可是物体要保持静止 所以物体所受合力 要等于0 因此地球拉物体 向下拉 绳子拉物体 往上拉 如果我绳子张力是T 那这个T 向上的绳子张力 等于向下重量 20牛顿的力 所以 我知道绳子张力是20 而绕过滑轮 同一条绳子张力是相同 所以绳子的拉力 是20牛顿 所以 猴子拉绳子 是20牛顿 绳子拉猴子 也是20牛顿 所以绳子给猴子 向上的拉力 这个向上拉力 就是20牛顿的力 于是 猴子受到的力 向下是50牛顿 绳子拉猴子 向上20牛顿 两项减 等于N 质量 5公斤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是A 所以50减20 30等于5A 所以加速度A 是6MS平方 整个加速度 因为合力向下 所以加速度向下 所以必须要向下 加速度是6的运动 所以向下等加速度 加速度是6 所以猪的答案 这是第十题 十一题 如图中 A物体的重量是2W B物体的重量是W 铺略调软的转动 还有摩擦力 自静子释放两个物体之后 A所受的净力大小是多少 我们先求A跟B两个物体的质量 题目说A的重量是2W 因为我们知道重量W等于MG 所以A的重量是2W 等于这是A的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G 所以A的质量等于2W除以G B的重量是W B的重量是W 所以B重量W等于B的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G 所以B的质量是把W除以G 现在A物体本身重量向下是2W 而B物体重量向下是W 所以两物体就像拔合一样 一边是往下拉2W 一边向下拉是W 所以F等于MA 整个F是一边2W 减掉另外一边W 因为方向相反 所以合力我们相减 等于M A跟B的全部质量 所以A的质量2W除以G 加上B的质量 把W除以G 这是A跟B全部种质量 乘以加速度A 所以2W-W W等于G分之3W乘上A 所以把W先消掉 左右两边消掉W 所以A就等于G移过去3以下来 等于3分之1G 所以加速度是3分之1G 所以A所受的净力就是A的合力 所以A的合力FA 把A的质量 可是A的质量是2W除以G A的质量乘上A的加速度 整体的加速度是3分之1G 所以2G 所以两边我们把G跟G消掉 就等于3分之2W 所以A5体所受的合力 3分之2W 所以11体是B的答案 12体 12体 如果有沙包2包的时候 以加速度A上升 占有沙包6包的时候 以加速度A下降 若气球的重量及沙包的浮力忽略不计 则预示气球维持等速度上升 应在几包的沙包 这里如果有个气球 这个气球底下如果沙包 我放两包的沙包 假设一包 沙包的质量 一包是M 所以两包的沙包质量就是2M 所以整个向下的重量有2MG 可是气球本身有个向上的浮力 假设气球升空是受到浮力上升 所以向上的浮力是B 所以当物体上升的时候 题目说 上升的时候加速度是A 同样的气球 如果底下沙包晒着6包的时候 这边如果总有6包 6包质量就是6M 所以整个重量向下是6MG 可是气球的浮力还是向上B 结果题目说 当我赛6包的时候 因为太重了 水会下降 所以有个向下的加速度是A 所以我利用第一个图的情形 加速度向上是A 所以表示合力向上 向上力量比较大 所以B 减掉两个沙包 2MG 会等于质量2M 上升的加速度是A 有6包沙包的时候 因为加速度向下 所以合力向下 表示向下力量大 所以6MG 减掉向上浮力是B 等于整体质量6M 向下加速度是A 所以这两个四次 要等速度 那需要几包的沙包 所以我们先把浮力先算出来 所以借着加减消去法 我把上面这第一个四次 把这第一个四次 我先乘以3 乘以3是不是3B 减掉6个MG 会等于乘以3 6个MA 所以乘以3之后 你会发现 上面这边6个MA 这里6个MA 所以表示 左右两边 6个MG 减掉B 等于3个B 减掉6个MG 右边相等 所以左边两次也相等 所以把B移过去 减6MG移过来 所以6个MG 加上6个MG 等于3B加B 因此12个MG 会等于4B 所以浮力B 等于3个MG 所以如果气球要维持 等速度上升 表示气球合力等于0 所以将一个气球 向上浮力是3个MG 于是我底下挂的重量 底下物体的重量 必须要合力 让上下合力等于0 所以底下假设 有X格沙包 所以底下如果挂的质量 假设是X 则向上的力等于向下的力 向上3个MG 要等于向下X 所以底下挂的重量 所以底下挂的重量3个MG 所以质量是3M 所以重量X重量是3个MG 所以质量等于3个M 所以需要3个杀刀 因此12题 B的答案 13题 电梯中有一个弹簧秤 在秤中有一个 质量0.5公斤的苹果 忽略秤盘的重量 而且令重力加速度用时 则电梯以2MS平方的加速度 下降的时候 糖衬秤度数是多少 这里 如果一个糖衬 糖衬底下忽略秤盘重量 上面放个苹果 质量0.5公斤 所以向下有个重量 0.5公斤重 所以把0.5先乘以10 所以重量向下5牛顿的力 整个电梯以加速度2下降 所以电梯有向下加速度是2 MS平方 下降糖衬秤的读数假设是F 向下的力是5牛顿 减掉向上糖衬秤拉力是F 量相减是合力 忽略秤盘质量 整个系统质量只有苹果的质量 所以苹果0.5公斤 乘以加速度 加速度是2下降 所以有个向下的2加速度 所以整体0.5乘2等于1 5-F等于1 因此F等于4牛顿 所以糖衬的读数是4牛顿 因为糖衬对苹果的实力 是4牛顿的实力向上 所以糖衬的读数是4牛顿 C的答案 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措施不彻底 往往做到离成功只差一步 却停下来不再前进了 愿这段话作为您我的警惕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机 词仰计刓